主料,面粉250克,鸡蛋100克,胡萝卜100克,辅料,油,盐,葱,五香粉,黑芝麻,味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原材料洗净,胡萝卜擦成丝,葱切成末,把面粉与切碎的胡萝卜,葱,加适量水搅拌成糊状,加入盐,五香粉,味精适量, 加入鸡蛋,搅拌均匀,调制成蔬菜饼的面糊,电饼盛放适量油,烧热后,加入一个面饼需要的面糊,用锅铲把面糊攀成薄饼状,撒上黑芝麻,两面煎成金黄色,油饼熟透就可以了,香香的胡萝卜饼可以吃了,很简单的,烹饪技巧,注意是做饼的面糊不能太干,制作时不要翻动的太勤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D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